哈囉,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阿宅爸爸 今天是星期六,放假 我們全家都睡到 十點多了 現在還沒有吃早餐 我先去跟小朋友說要準備吃早餐 然後幫他倒牛奶 跟他講一下 童童,準備吃早餐囉 他在玩玩具 要準備做一個結尾囉 你的玩具要準備收起來 爸爸去倒牛奶 我在做結尾 好 給客師變回好了吧 好 你會修嗎 放回去呢 好 我先去倒牛奶跟準備盤子裝蛋糕 好不好 欸,他裝不了耶 如果你不會修的話 你先擺在桌子上 或是拿到客廳的地墊上 吃完早餐我們在一起想辦法 好不好 今天我現在是浩克的 把他機器人打壞 浩克贏了對不對 對 浩克跟他贏了 好 那我先去倒牛奶 如果你需要我幫你一起修的話 你就拿到客廳 浩克是整個被壓住 他說我再也不會了 結果我 我才不會 好,我先去倒牛奶 半卡機器人 請你幫我拿個 我也幫你拿一些嗎 喔喔喔喔,小心 欸 我幫你拿這些 都被浩克打壞了 剩下的你自己拿 浩克真的好吃 好,我先放地墊上 等一下吃完早餐 好喝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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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愛同學 打開電風扇 這樣怎麼這樣還可以飛來 沒問題 開了 好 這樣 裡面還有嗎 裡面還有嗎 還有 好喝的錢 好 好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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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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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你怎麼了 踢到腳了 那裡我看一下 小哥牛 幫你按摩一下 幫你摟一摟 好幾天沒有紀錄了 對不對 阿咚 好了嗎 復活了 看起來是好了 這邊都沒有壞 那個零件壞了 浩克那個 浩克也拿出去 浩克不用 浩克沒有壞 我直接放起來 你把它裝好 我去倒牛奶 我把這個零件拿出去 我把這個零件拿出去 你出來的時候要記得 把門關起來喔 我有開冷氣 好喝 我幫我喝啥 它吧 很難以為 你不客氣 很難以為 我就可以了 可能是 做很難以為 去除鳥 再厚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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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迷人 在厚一片 很突然 ,, 嗯 冷氣打開了,誒,我沒開喔 現在開 冷氣打開了 好,我們今天的早餐吃這個 比較特別,先把他記錄下來 這是日本的 非常哪一家出的 這是宇治抹茶 的蛋糕 一盒子有八個 八個,一排四個 其實他兜起來,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個完整的 一圈的蛋糕 他原價很貴喔 原價這樣要149元 然後我們是在大賣場 在愛滿買到他 在特價出清的,只要39元 那 因為他快過期 我算機器品吧,我看一下 好,等我一下喔 馬上來,等我一下一下 哪裡有寫 好 好 他這邊有寫啦 那 有效期限是 2019年 9月25日 所以還滿久的 所以還滿久的 我先去看他需要我什麼幫忙 小孩不知道要怎麼來 喔 好 這個我先放好 這個沒有壞 對不對 這不需要修理 對 這個我先放好 ים 我 mount好 要不然他等下要裝 好 那妳可以去洗手 準備吃早餐了 玩玩玩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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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洗手 加油 GL 一個垃圾 撿到一個垃圾 我們今天吃這個 你昨天想吃的抹茶蛋糕 一人一個 一人一個 要不要給大家吃一個 給大家看一看 分享一下,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還有 我們還有買紅豆麻糬 還有買紅豆麻糬,可是紅豆麻糬是點心 那這個抹茶蛋糕可以當 早餐 如果我放學的時候有拍影片的話 我放學的時候有拍影片 我可能會吃,謝謝 做好了嗎? 分享一下能把它冰起來好了 放在外面這邊曬 我怕它會壞掉 它是寫不用冰,可是 它寫開封後要冰 可是我不曉得開封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這樣算開封了 反正就是 我知道開封是什麼意思 沒關 反正就是盡快吃完就對了 這是你的牛奶 我知道開封是什麼意思 開封就是整個都打開 對 你會自己開嗎? 開封後 開封後是這樣 放我這裡好了 一人一個 這個 那我要吃囉 那你再跟大家說 你再分享一下味道吧 還有口感 一直看表情就知道了 因為你看 它真的有抹茶的味道 你喜歡抹茶喔 因為它口感應該也很好 因為你看它這樣一層一層的 好幾層 咬下去那個層次感會很豐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看一下這個包裝袋 這個 雖然我們剛剛才開箱玩日本的點心 可是這不是在日本買的 這是在大賣場買的 這不要吃吃看 有啊我也有一個 你給大家假裝吃 然後我想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家的 電費 因為今天是 嘴巴這麼嗨 啊 因為今天是9月幾號 今天9月幾號 9月6號 9月7號了 9月的第一週了 然後我們前陣子才剛繳完9月的電費 這是繳過的 也不是9月的電費啦 現在9月繳的話應該是7月8月還是6月7月 反正就是整個夏季 然後電費是 1164元 這是兩個月的 電費 所以一個月換算一下大概是 除以二嘛 500多不到600塊 一個月500多塊 以夏季電費來說我覺得算不錯 這是我們搬家搬到 算便宜 算便宜 這是我們搬家搬到 新家之後的 算是 第二個夏天 但是啊 因為今年開始我們用了很多 智能家具的東西 像是這個 小米電風扇啊 小愛同學啊 小愛同學 然後控制 那個 IKEA桌燈的這些智能插座 然後網路設備啊 有的沒的 再加上我們的冷氣 幾乎都是 每個房間都有 對 然後都24小時開 只要人在家裡 就是整天都開著 對 欸 手帕咧 好吧你先拿手帕 所以啊 這個電費我覺得一個月不到600塊 算是 比我想像中的便宜啊 夏季電費大家都知道會漲價 蠻貴的嘛 那冬天的話我記得更便宜 冬天我們一個月可能 哦不是 冬天兩個月好像才四五百塊 一個月才兩百三百多塊 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好奇說 如果我用了很多智能家具的東西 會不會讓電費暴增 會擔心 欸 你要幫我看 你要吃第二個是不是 可以啊 那你吃第二個 這太小了 肚子餓了齁 所以我就利用吃早餐的時間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千一百六十四元 兩個月的夏季電費 我是用手指頭把它醬鼓挖開來的 好 你先吃吧 我跟大家聊聊天 好幾天沒有 就有水手拍了 然後 對 我覺得關鍵是冷氣啦 我想要補充的一點是 智能家具的部分 它其實 耗聽量應該蠻低的 主要是冷氣 冷氣 我們現在裝的是便瓶的 然後是國際牌的 它的型號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我再放在那個 留言 討論的留言區 或者是資訊欄那邊 我們家四台都換成便瓶的 便瓶的 便瓶的其實很省電 我們之前在基隆舊家的時候 我記得 裝的是那種傳統的 窗型的 一個洞 箱在牆上的 那 我記得那時候很誇張 電費 兩個月喔 有到 八九千塊 也就是一個月大概四五千塊 一樣是夏季 我那時候收到帳單 真的 心裡真的是 心跳會露半拍 真的是 會被嚇到 因為那樣子的吹法 大概吹個 兩次的電費 就可以買一台新人器了 一期帳單來就是八九千塊 然後 可是那時候還是要 一定要開啊 再熱還是要開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搬家的時候 這個孩子 才剛出生吧 大概零歲到兩歲的時候 還是三歲 反正年紀很小 我現在已經五歲了 對啊 可是那時候 你還很小 不能說 很熱 會讓你很不舒服啊 就算電費貴 爸爸媽媽還是要搖搖 要開著 當然自己也會吹到也會舒服 那時候我還三歲 或是兩歲或一歲 或是嬰兒 對啊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已經五歲了 已經會做很多事了 對啊 而且啊 那時候我也是 在家一邊開發遊戲嘛 反正他吹 我就坐在那邊 坐在客廳裡面 一邊 做那個開發遊戲的工作 就是做出來了 Rotador 對 所以就是反正 一樣是開24小時 所以電費 那你就得了獎了 電費就是 下期電費一期就是 快一萬塊 很恐怖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智能家居 加上便平冷氣 其實 一個月電費大概不到六百塊 這是我們家的情形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 就是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可怕 智能家居的這個電費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影片就這樣啦 我們吃早餐喝牛奶 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假日 掰掰 掰掰 你吃第二個了 我還要再去拿一個 啊 忘記說了 童王室早上 不知道說 被你搶先了 童童早安 童童愛你 掰掰囉